第一个让武松破戒的女子是谁 比潘金莲还糜烂 武松却不愿杀她 武松起初在人们的心目中 是一个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 只因他鸣顶大罪之下 凭借一对肉拳打死了一头猛虎 这头猛虎吃人无数 让不少好汉死于非命 因而只要谈及景阳刚 百姓们都会谈之色变 谁知这一头掉进白鹅虎 却被一个凡人活活打死 消息传来 杨古县的百姓自然会把武松当成大英雄 杨古县的县令 见武松弃雨宣扬 当即封了他做都头 可以这么说 此时此刻的武松必是 担惊竭力的替朝廷办事 哪会想到自己日后 进成了朝廷追捕的杀人狂魔 那武松又是怎么走上这条 黑话堕落的不归路的 无非是为了替哥哥五大狼暴愁血恨 一口气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 若没有怒杀西门庆 潘金莲之事 武松就不会赐配孟州 就不会遇到小管营施恩 也就没了 后续罪打蒋门神 大闹飞云谱 血剑鸳鸯楼等后续之举 自然就不会落草为寇 逼上梁山 表面上来看 潘金莲是第一个 让武松破戒之人 但细细分析下来 第一个让武松破戒的另有其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武大郎的邻居王婆 原来潘金莲起初 只是不慎将撑窗户的插杆 打在了西门庆的头上 即便西门庆有意 但潘金莲整日将自己锁在家中 只能及得西门大官人团团转 正是在王婆的穿针引线之下 潘金莲这才来到了王婆的家中 再次见到了 那位风流的花花公子西门庆 于是潘金莲一步一步的 落入了王婆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 最终和西门大官人打得火热 常言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东窗事发后 也是王婆出了一个主意 即将武大郎堵死 我们都说潘金莲放荡弥烂 但和王婆相比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的确 王婆似乎对男女之事 颇有经验 就算是能让疯狂叠乱的潘金莲 也要俯下身来 仔细聆听王婆的悉心传授 可以预见的是 王婆年轻时 也是一个招风引蝶之人 她的放荡弥烂 恐怕比潘金莲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过了那虎狼年纪 王婆这才开了一间茶坊打发时间 就连施奈安也如此写道 原来这个开茶坊的王婆 也是不以本分的 等于说 若没有王婆这杀千刀的 就算潘金莲失手 将窗户的插竿 打到西门庆的脑门上又如何 毕竟西门庆不敢破门而入 直接把潘金莲拿下 倒是王婆绞尽脑汁 出了一个主意 假装让潘金莲过来 做一个针线活 接而让西门庆有机会 频频与潘金莲见面 足话说得好 一回生两回熟 加之西门庆是个风流人物 潘金莲嫁给了五大郎 这个三寸钉骨术皮本就心有不甘 于是潘金莲最终挣脱了 道德的束缚 与西门庆狼狈为奸 这才闹出了五大郎之死的后续风波 如果没有王婆 五大郎压根就不会死 武松也不会怒杀西门庆 潘金莲惹出了一系列的变故 说来奇怪 武松一向睿智 他知道王婆是罪魁祸首 可武松敢将西门庆 潘金莲的头颅 供在了五大郎的灵台之上 为何却不愿杀王婆 原来这正是武松的聪明之处 首先 倘若武松真的杀了王婆 那王婆 武大郎 西门庆 潘金莲都死了 可谓是死无对证 凭借武松的片面之词 武松怎么证实所发生过的事情 有了王婆这个主犯做口供 就能力证武松所言非虚 他之所以杀人是迫不得已 其次 按照宋朝当时的律法 王婆虽然没有亲自参与毒杀五大郎 但却是通鉴和杀人的唆使者 耿是罪佳一等 原著写道 先令把这件事指禀过了省院官 意下罪犯 据王婆声勤造诣 捧右通鉴 力主谋顾五大性命 说令男女故事人伦 以和凌迟处死 这个凌迟处死是个酷刑 文中写道 王婆被推上墓驴 四道长钉 三条绑锁 东平复印判了一个寡字 拥出长街 两身破骨响 一磅碎罗鸣 饭油浅饮 混棍后摧 两把尖刀举 一朵纸花摇 带去东平复侍心理 吃了一寡 可见 同事都头的武松 非常了解宋朝律法 他知道就算自己不杀王婆 王婆也吃不了兜着走 最后 第一个让武松破戒的人 正是歹毒的王婆 此人的放荡程度 绝不亚于潘金莲 虽没有被武松亲手所杀 却也在东平府的侍心里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 吃了一个寡刑